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哈尔科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截止9月7号的莫斯科时间晚上18时,也就是晚上6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沿巴拉克雷亚库比杨斯克高通路展开攻势 现在乌军已经控制了巴拉克雷亚南部的拜拉克古萨里夫卡 这两座城市已经被乌军完全控制 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视频 这是乌军占领巴拉克雷亚南部郊区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乌军降下了这个俄军的旗帜 这个胜利旗帜升起了乌克兰国旗 给大家看清楚一些啊 实际上上午呢,我给大家介绍过啊 乌军呢,实际上已经推进至谢苗诺夫卡 北部推进到谢苗诺夫卡 叫谢梅尼夫卡,谢苗诺夫卡 实际上是奔舍府琴科尾这个方向来的 我呢,为了方便大家看,我给大家制作了一个帐框图 这个图大家看起来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给大家拉开了啊,拉开以后看一下 这个图大家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 这个好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乌军的特欠啊 今天在这个作战的画面 特欠 现在大家可以看啊 现在呢,在舍普琴科尾的南部地区 乌军呢,已经形成了一定优势 在巴拉克里亚南部 古萨利夫卡方向 乌军的第93旅 已经在南部形成了包围 那下一步呢,乌军将进攻 谢苗诺夫卡 俄罗斯武装部队呢 他的预备队现在已经投入了啊 俄军的预备队已经进入到巴拉克里亚 以及舍普琴科尾方向 和乌军展开了这个阵地战 并击退了 对舍普琴科尾的进攻 俄军的预备队已经击退了乌军的进攻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指挥部正在部署增援部队 准备恢复进攻 以控制巴拉克里亚以北的公路网 就这条舍普琴科尾到巴拉克里亚这条高松路 看到了吧,这个黄色的 乌军要完全控制这条高松路 这样的话乌军就可以南北相呼应 控制舍普琴科尾的目的呢 是要向下一步进攻 库普扬斯克 库普扬斯克 做一个跳板 如果能控制舍普琴科尾 下一步乌军将进攻库普扬斯克 这个非常清晰啊 实际上我昨天的节目给大家介绍过 巴拉克里亚南部地区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93旅 第一旅 和第一旅的部队 93旅和第一旅 在古萨里夫卡 另外还有一个城市啊 叫 这啊 拜拉克 拜拉克 古萨里夫卡 拜拉克实际上离巴拉克里亚更近了 古萨里夫卡 拜拉克实际上都被乌军占领了 实际上已经到了巴拉克里亚南部的郊区 那么实际上呢 乌军下一步控制巴拉克里亚的目的呢 是要拿下扎里曼 向扎里曼进攻 扎里曼在哪 我给大家检视一下扎里曼 这扎里曼 看到了吧 所以呢 拿下古萨里夫卡以后呢 乌军会沿着这条公路 看到吧 这有一条公路 古萨里夫 李夫卡这个公路 进攻扎里曼 控制扎里曼呢 将从 西部 南部 东部 包围巴拉克里亚 这给大家看懂了吧 下一步如果能控制扎里曼 那么将 整个的巴拉克里亚 从三面合围 北部的西苗诺布卡也被乌军占领 那么北部 这条高松过来的乌军 将从四个方向包围巴拉克里亚 所以呢 今天啊 在拜拉克古萨里夫卡这个战斗 实际上乌军实际上 现在来看取得了新的突破 这是我自己亲自绘制的 虽然呢 不如那些专业的啊 但是实际上这个 这张图是我根据现在 在哈尔科夫最新的局势 这是我自己制作的啊 大家可以 看得更清楚一些 虽然不如这个专业的啊 总参部 他们做的这个地图 但是我觉得我这张地图 做的是时效性最强的啊 因为这是截止啊 今天最新的一个状况 如果呢 乌军拿下了扎里曼呢 实际上下一步啊 就会包围一九亩北部地区这个节点 看到了吧 这个黄色的高松路有个节点 这个节点叫什么呢 在地图上给大家看 叫埃坤 埃坤看到了吧 叫坤埃 对不起啊 叫坤埃 坤埃是哪呢 是一九亩北部地区一个交通枢纽 因为他现在有两条高松路在这过 实际上一九亩呢 他的补给 都是通过这个 坤埃 从这个方向补给 那么如果乌军下一步 控制了巴拉克利亚 并控制扎里曼 那么坤埃 他就非常危险了 这条公路的节点 就被乌军拿下 那么也就是俄第20集团军 一九亩 他北部的运输通道 就被乌军切断了 大家看到吧 一九亩第20集团军军 以一九亩为中心 俄罗斯空天军呢 实际上今天也对 哈尔科夫地区的乌军目标 进行了空袭啊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画面啊 看了吧 苏25 苏25 空袭的画面 所以俄军也出动了这个空军 在哈尔科夫前线 这个双方的 可以看啊 这交火非常惨烈啊 我把现场 乌军公布的现场的一些照片 给大家播放一下 大家可以看啊 这乌军 士兵受伤的情况 伤亡惨重啊 伤亡惨重啊 可以看啊 这是乌军 救治伤员的这个现场 现在乌克兰媒体呢 实际上已经全部禁止对外公布啊 相关的战况了啊 因为这个 属于是乌克兰的这个 国防部下的命令 所以呢 很多乌克兰的媒体现在已经禁止对外公布最新的战况啊 主要是怕泄密啊 移救母北部地区啊 这两个节点 然后呢 过河啊 过河 切断移救母北部的通道 二十极端军群啊 二十极端军群他北部啊 大家从这张图可以看啊 移救母南部是哪儿呢 斯拉伯扬斯克 那二十极端军群 他的老巢被人家围了 那马上就要从哪儿 从顿巴斯往上调兵 或者从哪儿呢 从哈尔科夫 从哈尔科夫 从这个北顿尼泽河沿岸 萨尔基夫啊 舍斯克塔韦这个方向 后撤 后撤回啊 移救母方向来增援 所以可以看 乌克兰总参部啊 他想法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你看这张图看得非常清晰 实际上呢 就是属于叫唯卫救赵 那下一步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啊 将在安德利耶夫卡地区集结 另外呢 从楚格耶夫 还有哈尔科夫部队 方向呢 也会调集一些部队增援 195前线 所以未来呢 195这个方向 巴拉克利亚啊 舍夫勤科北这个方向 会有更多的乌军聚集 所以这个方向 俄军压力是巨大的 特别二级端军群 未来呢 会有更加 残酷的战斗啊 所以今天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俄乌双方啊 在哈尔科夫方向这个战斗啊 实际上乌军呢 应该已经达成自己的目的 也就是在南部包围了巴拉克利亚 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呢 之前报告的萨玛拉啊 和乌法的60名 在巴拉克利亚的萨玛拉 还有乌法的60名这个士兵已经脱离 就返回到安全的自己本国啊 本国的这个阵地啊 俄军的阵地 并没有被全歼 那现在呢 从萨玛拉方向了解最新消息呢 萨玛拉的战士 每一个人都活得很好 有300个人啊 但是有受伤 主要是腿部有弹片 弹片伤 300人活得很好 这是俄军现在在巴拉克利亚方向 公布的最新消息啊 萨玛拉 没有公布伤亡 但是呢 公布啊 萨玛拉人员已经全部撤回到巴拉克利亚 俄军阵地了 这是今天呢 巴拉克利亚方向啊 最新的一个情况啊 我觉得 呃 今晚吧 今晚 乌军实际上现在还在进攻啊 今晚啊 是一个不眠职业啊 乌军一定会乘胜追击 啊 在哪儿 在扎里曼方向会有新的行动 如果拿下扎里曼 那巴拉克利亚看到吧 西南东北全部被包围 巴拉克利亚就切断了和昆埃之间联系 这条切断了 哎 1955北部的运输通道也就中断了啊 所以现在看乌克兰总参部非常清晰啊 非常清晰 带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给大家绘制图 1955北部这条通道切断啊 到目前为止啊 近期最惨烈的战斗 我现在一直在联系乌克兰啊 联系乌兰获得最新的这个视频啊 相关的这个战况 我也在等 可能今晚呢 我也会一直守在电脑旁啊 大家可以把我当成是总参谋部啊 可以当成是现在中文自媒体里面的总参谋部啊 给大家介绍乌克兰最新的战况 今天晚上呢 有最新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